好 那么咱们看一照 接下来我给大家再强谈一下咱们这个星和星星这个东西 如果我再去定义最低 我跟你说核心 如果你再去定义一个函数的时候 或者是方法的时候 你的参数有可能不确定 那么咱们原来说了 是不是这就不定常参数了吧 我可以用一个星来标记 也可以用两个星来标记 就没有三个了 只有这两个了 那么将来这个是以原主的身份 是不是保存参数 而这个是不是以字典的身份 是不是传递过来的 是那种叫做关键字参数 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 关键字参数 我原来就说命名参数都行 是不是这个是原主 而这个是不是字典了吧 我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形犯名叫什么 就是形犯的名字 比方说这个叫内蒙很明确 这个叫真的很明确 这个叫什么 ARGS 我就知道你会往这个坑里边踩 变量名允许你叫星吗 你咋不说这太好呢 变量名不是因为这么数字下滑线 哪来的星啊 星只是告诉编译器 告诉Python解释器 这个哥们特殊对待 特殊的什么程度呢 你调用这个哥们的书 多传的那些没有名字的 通通给他 而这个呢 名字叫什么呢 KWARGS 它特殊的什么情况呢 你多余的传递的关键字参数 统统给他能列为他了吧 也就是说变量名 依然叫ARGS和KWARGS 无非是这个星和这个星星 告诉Python解释器 特殊功能而已 就这么的 那么当我在函数里边去使用 ARGS和新ARGS的时候 它就不一样了 那么此时会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写个简单的demo 咱们去save 来或者这或者咱们的乌饭图里边去 今创创建一个make dirmkdr 然后pess 好了 VR标上01 来 这个ARGS和这个KWARGS 也py 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来 那么看着 我先定一个函数 函数是一没一样的 比方说我叫test1 我只是假如说叫test1 我这个地方写了个A 写了个B 写了个星ARGS 写了个星星KWARGS 那么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接下来把ARG打出了 YYP WW P KWARGS KWARGS 那么看着我传递 调用test1 你写了A写了B 那么将来我去调的时候 我必须的传两个 没错 11 22 把AB打出来 A B 再打一个 执行一下 11 22 没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现在的ARGS和KWARGS 这两个形态变量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元素 是不是还有一个空子点了 我没有传东西 那么所以说它都是空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有东西了 就个例子 我传了一个33 11和22 它们有加可归 但是33呢 其实就是一个多余的东西 对吧 那么是这个人 拍摄解释器 为了保证它没有什么问题 把它是不是传到这里面去 请问是不是它是以原主的身份保存 如果我又多传给了很多个 那么最终多余的33445566 以原主的身份保存在ARGS里面 没问题 来看这 100%的原主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传到那里面去 传到这个 这个KWARGS里面去 关键子参数 比方说来了一个 这个什么呢 NIN等于 NIN等于老汪 对吧 好了 然后又传了个A字 等于比方说18 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KWARGS里面 是不是以字典的方式 就保存了这个关键子参数了吧 没问题 那我的问题是在于 其实这个你咱大家之前都是会 我的问题在于接下来 我又定义了一个test2 它这里边有可能也有 也有可能也有 有可能也有 有可能也有ARGS 星星 KWARGS 那么这一看我死是A 死是B 我为了意识区别的 这个打算 好了 大家的家里条线 这一条YYP RB 这条线下面是不是打印的东西 是不是还是泰瓷2打的吧 我接下来在这个泰瓷1函数里边 没错 我就在泰瓷1里边去掉 TES2 请问我必须穿几个 至少穿几个吧 至少两个 至少穿两个 我把A把B穿进去 行不行 我这个函数里边有两个行参变量 叫A和B 我把A的值取出来 把B的值取出来 我为了这个值 其实死是是不是指的是那个引用 我把A指向的东西 我把B指向的东西 这个引用 我是不是给了这个函数里边 A和这个函数 B 我看一下死是的结果 这条线下面的 1122 没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我的问题是 有个这么个特点 有个这么个特点 你掉用TES1传的所有的参数 要原封不动的传在这里去 最低是原封不动 我就有这么个特点 我就原封不动 那么同学们 我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print ARGS YY WW K KW ARGS 那么此时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那个函数里边的这个 是不是两个都是空的吧 我传递了 注意看 我此时传了 我写ARGS和KWARGS 那么将来会是什么呢 你看好啊 不一样就在这儿 是吧 我跟你说 这什么什么意思 哎不对啊 你不是应该把3344566 就像他这种方式存在原封里边 那他这个哥们 你不是以这种方式 所以应该存储到这个特点里边去 那最终传过去的是什么呢 变了 变样了 变成了 我把原组和四点传递到这个原组里边去了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呢 就这个程序执行的结果 为什么呢 你听懂吗 你再去调用test1的时候 你的33445566 百分之百亿原组的身份存在他里边 这个铁定了 你传递的这两个关键词参数 百分之百亿原组的方式存在这个里边 也是铁定的 请问 在函数test1执行的整个期间 ERGS 请问是否意味着是个原组 KWRGS是否意味着是个字典啊 那么我接下来 我传了一个数字11 传了一个数字22 传了一个原组 传了一个字典 请问这句话是不是相当于传了四个东西啊 你把1122的引用传出去 我把原组的引用 我把这里传给引用请问去 可不可以啊 没问题啊 就导致着什么呢 最终导致的结论就是 这两个 给了 这两个 而这两个是一个原组 一个字典 是不是相当于多余的 是不是给了 他呀 看得清楚了吧 因此就导致了 咱们在这个地方打印出来 是不是一个原组里边 包括了这个原组和这个字典啊 而不是这里边只有原组 这里边只有字典 这里边是个空字典 你看得很清楚 同学们怎么解呢 别人给你什么参数 你原封不动给别人什么参数 那么言外之意 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不能把原组和字典 当作参数传 你如果拿到字典和原组传 那么将来不就在ARJS里边吧 你是不是应该把东西 拆成和他一门一样的数据 是不是传到这里边来啊 那他不就自动的传到这里边 和这里边去了吗 那么因此将来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就来了 我要告诉你的这个东西 打开 打开 来 注意挑了 我把它注射 YYP 我在这个ARJS前面来个新 你注意看 我来个新 咱们先看区别 三二一 什么区别 就是我这个时候的这个执行结果 和上一个的执行结果有区别 我都没看到有区别 什么区别 33445566 是整个原组里边的元素了 而不是一个小 整体一个小元素 是吧 是不是已经编了呀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体会 哦 原来我在去把ARJS里边的东西当作实餐传递的时候 我前面写上一个新 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元素给它拆成了 3344556 再四个直视的传递了吧 那么既然加上一个新花 可以把元素拆了 那么同理可以怎么着呢 YYP 那同理当然我可以 YYP 我是不是可以加上两个新花 把KWLJS里也给它拆了呀 最后的结论 请问 这个地方相当于传递了什么呢 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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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211223344566 能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如果你要是不传 那么上面有相当于什么呢 Test211223344566 然后这个地方 来个字典 这里边有内容 冒号 老王 然后这里边有个东西叫做A 这里边是不是等于18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把这个再拉得稍微快了 快了把它展开 那么对上面那个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什么 Test21122 原主 原主333445566 然后是不是记下了这个字典了吧 V我选中 然后把它 Y负着一份 然后P粘贴 好了 那么看着 是不是这个道理了吧 是不太一样 最后的一个结论 嘴听了 我只说结论了 如果你定一个函数里的时候 为了保证这个函数 能够接收不定长个参数 我可以用一个星 来接收多余的 没有名字的参数 我可以用两个星 来告诉拍子解析器 这个变量 可以接收多余的带名字的参数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这个时候的星和星星 表示可以接收多个 以原主和字典的身份保存 而这个时候的星和星星 表示拆帮 那这个意思了 把原主拆成数值 把字典拆成一个变量名 一个等一个值 一个变量名 等一个值 听懂我意思了吧 也就是我说 不仅可以放在形态里边 还可以放在实态里边 听懂我的意思了 来接下来 两分钟 理解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 开始了